調整跟改善 最後我們在這個專章裡面 我訂立一個 法治作業委員會 我們會每年定期做一些交流 對一些合作和溝通 所以他從前面聽到最後 現在大家應該可以知道說 這個其實是一個程序上 法治作業程序上的規範 那麼其實最主要規範的 其實是行政機關 我們現在其實在行政機關 還有參觀的法治作業的 您注意事項裡面 都有一個比較完整的規範 那這個部分最主要能夠提升法規通一路 但對於人民是不會造成更多的負擔 反而是能夠促進法規的品質的提升 那麼經濟法治作業公施 透過